我们今天早上是来到 已过国商节特会的第五篇的信息 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一下这个信息的篇题 这篇信息的篇题是出自菲利比书三章十节的下半 菲利比书三章十节保罗说 使我认识基督并他复活的大人 蒙他受苦的交通 磨成他的死 弟兄在开头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了 在菲利比书从三章八节一直到三章十一节 它实际上是一个长句 在这个长句里面保罗说到 他以认识基督耶稣为至宝 他亏损万事 看作粪土 为要赢得基督 给人看出他是在基督里面 就是有一个目的 是为了得着这个三章十节里面 弟兄说这里面有四个非常宝贝的事物 哪四件宝贝的事物呢 第一个就是认识基督 认识基督 当然这里的认识就是等同于经历 是一种主观上的经历上的认识基督 对 第二个呢就是认识他复活的大能 三个就是认识他受苦的交通 最后一个就是认识活成他的死 我们上一篇信息里面已经说到了前面这两项 就是认识基督 并他复活的大能 对 那今天这篇信息呢 是连着上一篇的信息 说到后面的这两个宝贝的事物 第一个就是 有份于他受苦的交通 那第二个呢 就是磨成他的死 对 这个分别对应这篇刚要的第一大点和第二大点 Amen 我们好不好一起来读一下这个刚要的这个第一大点 Amen 保罗 保罗 认识 从基督 受苦的交通 Amen 第二大点 Amen 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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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篇信息非常的清楚 就是第一个就是保要认识从基督受苦的交通 第二个就是磨成他的死 对 我 我知道弟兄姊妹 很多时候我们渴望像上一篇信息里面提到的那两个项目 我们渴望认识基督 我们渴望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 但我不知道当我们提到这篇信息的这两个项目的时候 一个说到受苦 第二个说到死 我们有没有像我们还能不能像保罗一样 有这样的渴望 我们渴望认识从基督受苦的交通 我们渴望磨成基督的死 对 实际上弟兄姊妹 在这个彼得前书那里给我们看见了 实际上我们基督徒啊 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难免在地上 我们实际上都应当都会受苦 在这个彼得前书二章21节那里就说到 说到你们蒙昭原事为此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 给你们留下榜样 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 对 所以给我们看见 这个我们基督徒啊 受苦是必须的 甚至不仅是我们基督徒 哪怕是不信的人呢 整个只要我们是 只要 整个这个人类啊 因着这个堕落 我们都服在这个虚空败坏的奴役之下 但是这篇信息给我们看见 若是我们基督徒 我们若是我们的受苦 能够有份于基督受苦的交通 那么我们的受苦就有非常宝贵的价值 后面我们会提到 对 对 愿意弟兄姊妹 愿意我们都这个彼此的鼓励 不要怕 对 我们我们的受苦可以有份于基督受苦的交通 Amen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个第一终点 Amen 对于 对于基督受苦和苦 在先 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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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 拿付我的大能力 在先 在先 后 才是 以他的受苦 受苦 他的受 成他的 成他的 Amen 对 所以我们都知道 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 他在以赛亚书53章 里面给我们看到 他是一个忧患之死 他常常这个保经忧患 受人厌弃 他是先受苦 到一个地步 他是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他能够 他是被神复活 对 所以他是先经历受苦和死 然后再复活 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经历里面 在菲利比书三章十节 保罗乃是先提到 复活的大能 说我认识基督复活的大能 然后才提到 同他受苦的交通 和磨成他的死 对 那这个原因就在于 这个第二大点 我们一起再读一下 第二中点 Amen 我们 我们 我们首先 受他 复活的大能 能够 这大能 就能够 能够 用够于他 受病 或定性 是家的生活 磨成他的死 成他的死 Amen 对 所以主耶稣 他是先受苦和死 然后再复活 今天在我们的经历里面 恰恰相反 我们是借着 先接受他 复活的大能 然后才能够 借着这个大能 使我们 有份于他的受苦 过一个定式自家的生活 最后甚至能够 磨成他的死 Amen 对 所以弟兄姊妹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说 哎呀 主啊 我认识你复活的大能 但是啊 我们要看见 这个复活的大能啊 不是为了我们个人的 这个复活的大能 不是为了我们 做大事 行大功 这个复活的大能 就是有一个目的 是我们 是为了让我们 能够有份于基督的受苦 叫我们能够 磨成基督的死 对 所以你如果 如果我们 如果我们不愿意 这个 认识同基督 受苦的交锋啊 不愿意磨成基督的死啊 我们也不会经历 那我们啊 在这个菲利比书 三章时间里面 这里面特别一个 关键的点 就是我们看见 受苦乃是 是同他受苦的交通 这里的受苦 不是我们个人 我们说错话呀 我们做错事啊 我们可能上班 天天迟到 最后被老板给 开除了 那个的受苦 这个受苦呢 是同他受苦的交通 这个受苦是基督的受苦 对 所以第三大点 就给我们看见 到底什么是基督的受苦 Amen 我们请弟兄来 一起读一下第三大点 Amen 基督的受苦 有两位 一位是为主公救主 这位基督 都喜欢主义 换成了 另一位是为 产生命灶灶灶灶灶 被需要 是主和心灶 满的补满 Amen 对 所以这里面非常清楚地 给我们看见 基督他的受苦 是有两类 一类是为着成功救赎 这个受苦啊 是由主耶稣自己 他在十字架上 已经完成了 这个我们是无分无关的 当主耶稣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后面那三个小时啊 平常就是这个 成功救赎的受苦 他是担了 全人类的 我们的罪 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神是他代替了我们 受这个神的审判 这个成功救赎的受苦 只有自己 基督自己够资格 并且他已经完成了 对 但是感谢主啊 圣经里面还给我们看见 基督还有另外 第二类的受苦 就是为了产生 并造造会的受苦 但是需要使徒和信徒 将其补满 对 保罗在哥罗西书 一章二十四节里面说到 他说他为了这个哥罗西的圣徒啊 在那里受苦 对 但他说他这个受苦啊 是为着基督的身体 就是为赵慧 在肉身上 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对 所以保罗在那边 他看见 这个为了赵慧 为了产生 并且建造赵慧 这个所受的苦啊 这个基督所受的苦啊 需要他来补满 对 今天你我都有份 保罗说在他一面 他是需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今天我在我 我们 你我都 你我都可以有份于 这个基督 为了产生 并且建造赵慧的这个受苦 Amen Amen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读 弟兄我们再来读一下 第一小点 Amen 我们不能有份于基督救赎的苦难 但我们必须有份于基督 产生 并且建造他 真正的苦难 Amen 对 Amen 对 在这个 这边说到 我们不能有份于基督 救赎的苦难 但是我们必须有份于 基督产生 并建造他身体的苦难 对 在启示录一章九节里面 当这个约翰 他这个写信给七个赵慧的使者的时候 他第一个提到的 就是他是在 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里面 患难 对 换句话说 在当时 那个 意义上的赵慧 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 就是他们是在耶稣的患难里面 一同有份 对 所以这里面就给我们看见 我们需要有份于基督产生 并建造他身体的患难 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面 保罗他 他也受苦 但是他的受苦 不是因为他有什么措施 他的受苦完全是为着 这个哥林多的幸福 为着那里的赵慧 他说 我们或是受患难 是为了叫你们受安慰 得拯救 我们受安慰 也是为了你们受安慰 这个安慰 叫你们能忍受 我们所受的同样苦难 对 在四章他也说 他说他受苦 是为了叫死 在他们身上发动 好叫生命 在哥林多信徒的身上发动 所以保罗他在那里的受苦 完全不是他自己个人 做的苦 他的受苦完全是为了 这个在那里产生 建造造会 为着这个信徒 他们在生命上 能够有长绩 Amen 对 我们请姊妹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第二小点 Amen 基督是神的羔羊 为了救赎受苦 基督是一粒麦子 为了凡子 可建造受苦 Amen 对 所以这面 基督受苦的这两面 分别是由 他是神的羔羊 就是救赎的这一面 所预表的 第二个呢 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里面 主也说 他是一粒麦子 对 因为只有一粒麦子 只有当这个麦子 不落在地里 死了 就仍旧是一粒 他若是死了 就接出许多的子弟 对 所以一面 麦子落在地里 他实在是受苦 但是因着他的受苦 他外面的壳子 就被破碎 他里面的生命 就得以释放出来 最后的结果 就是得着凡增 就是接出许多的子弟 Amen 对 弟兄我们一起读一下 这个小A Amen 主是一粒麦子 落在地里 一粒的十日上 是为生命 使他的一粒 在富国里 他永远的生命 创结许多子弟 Amen 对 所以主耶稣在说到 这个约翰十二章里面 这个一粒麦子的 这个比喻 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你去读约翰十二章 实际上那时候 主他可以说是他在地 从人来看呢 是他在地上 这个最黄金的时候 那时候拉萨路复活了 这个犹太人 因着看见这个拉萨路复活 很多人都信入了他 甚至要拥护他做王 对他们都 当主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们都说 和赛拉 和赛纳 在主名里来的 这个犹太人的王 是当受赛 主耶稣 他没有这个看 他没有 他不为这些 这个人的称赞 人的这个荣耀所动 他反而是说 在就在那样的时候 他说到 一地麦子 不落在地地饲料 若是饲料 得出许多的子 所以在这里面 就给我们看见 因为主知道 这个外面 这个人的跟从 这个人的荣耀 人的称赞 没有办法得着 没有办法是 照会得着繁增和建造 照会要想能够得着繁增和建造 就必须有人 是像这一粒麦子一样 落在地里饲料 好使神圣的生命 能够释放出来 Amen 对 Amen 姊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小臂 Amen 所以在主耶稣说到 这个一粒麦子的比喻之后 他二十五节里面 紧接着就说 爱惜自己的生命 丧失魂生命 在这世上 恨恶自己魂生命的 就要保守魂生命 归入永远的生命 所以 这个就给我们看见 这个这一粒麦子 落在地里死了 今天我们实际的经历 实际上就是我们要 不爱惜自己的魂生命 我们就是要跟主一样 丧失魂生命 当我们什么时候 我们丧失自己的魂生命的时候 神的生命 在我身上流出来 这个就能够带尽繁增 对 Amen 而且呢 给我们看见 这个是需要我们能够 一同有份的 因为在 因为在二十六节读说 若有人服侍我 就当跟从我 意思就是说 我是那头一地的麦子 今天呢 你们是我接出来的许多子力 你们今天 你们今天要服侍我 就要跟从我 跟从我 落在地里死了 好使这个神圣的生命 能够释放出来 跟从我 不爱惜自己的魂生命 我们否认起 丧失自己的魂生命 好叫我们 我们能够 我们的魂生命 能够归入永远的生命 对 Amen 弟兄我们再读一下 下面的小一 Amen 我们 我们这许多子力 也必须借得 丧失魂生命 才能在复活里 享受永远的生命 Amen 姊妹小二 这就是 这就是 对同主 使我们得以 使我们 为这主 在这生命 在这生命 而不如 在这生命 而不如 与他 同情 Amen 对 弟兄我们再读一下 小三 Amen 照会产生 并扩增的路 不是借着人的荣耀 乃是 借着十字架 产实 Amen 不是借着人的荣耀 主看见 虽然人在那里 荣耀他 尊荣他 但是 那个 不会是 照会 得着 扩增 得着凡增 照会 得着扩增 并凡增的路 就是借着 十字架的死 借着我们 有一般人落在地里 死了 就能够接触 许多的子弟来 Amen 对 所以 所以第四重点 就给我们看见 我们今天 有份于基督的受苦 那个受苦 不是为着我们的变化 而受苦 我们今天 在这个菲利比读 三章十节里面 那个受苦 这个 同他受苦的交通 那个是完全 是为着基督的身体 对 Amen 我们 弟兄我们来读一下 这个小一 Amen 保罗 实际上 圣经里面 给我们看见 这个我们人 的受苦 我们基督徒 所经历的这个苦难 至少有三种 第一种就是 全人类 所共有的这个苦难 这人都没有办法避免 因着人堕落之后 就会有很多的 这个 败坏 就很多的这个疾病 就这个就会带进来 这个是信徒和非信徒 都没有办法避免的 对 因着这个人类的堕落 所带进的 这个全人类 所共有的这样的一个苦难 第二类呢 就是因着我们 可能有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罪 我们有一些过犯 所受的苦难 像我之前说的 我们可能说错话 做错事 这个有时候 也会带来 带进一些苦难 但是主有时候 会应用这些苦难 能够叫我们 在环境中 使我们有学习 使我们有变化 对 但是这个还不是 菲利比书三章十节里面 那个受苦 菲利比书三章十节 那个苦难 乃是第三种 就是为着基督的身体而受苦 就像保罗的经历 他没有做错什么 但是他却常常受压 他却常常遭逼迫 甚至是被打倒 对 但是呢 因着他这些受苦 赵慧能够得着生命的供应 能够得着反征 Amen 对 姊妹我们来一起读一下 第二小点 Amen 我们若比较 菲利比三章十节 又和菲利比三章十节 他就会被判见 保罗在菲利比三章十节 受到的受苦 但是乃基督为圣交 就амен得去尽 Amen 对 保罗说 他是为 为哥罗西照会所受的苦难喜乐 因为这样的苦难 是为着基督的身体 为照会在他一面 补满基督的难的缺 所以第三小点 保罗认为他自己所受的苦难 是补满基督为他身体受苦的缺陷 弟兄我们再来读一下第四小点 基督为他身体的受苦 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 感谢主今天我们还能够有份于这些苦难 实际上有份于这些苦难 实际上是一件喜乐的事情 因为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里面 保罗说我因着为你们所受的苦难喜乐 为什么呢 因为保罗是一个经历基督复活的大人 所以他能够在一面为照会受苦 但是他能够在那里喜乐的劳苦 所以很多时候弟兄姊妹 我们在照会生活里面 我们可能有心服事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担子太重 我们可能觉得这个里面没有那么的喜乐 这时候我们就真的需要受提醒 就是第五小点所说的 当我们为基督的身体受苦时 我们就经历基督复活的大人 所以这个为着基督身体的受苦 要有份于基督身体受苦的交通 这个不是凭着我们自己所能做出来的 我们乃是借着天天转向主 借着在灵里面 让主在我们灵里面做工 让主生命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 叫我们先经历基督复活的大能 这样我们才能够为着基督的身体受苦 才能够像保罗一样 他说他能够为你们所受的苦难喜乐 感谢主 今天我们是有这个复活大能的供应 也叫我们有这样的经历 能够为着基督身体的建造 有份于他受苦的交通 我先停在这里 感谢主 弟兄姊妹我们看完第一点之后 我们知道同他受苦的交通 这个受苦的交通不是我们自己的受苦 而是有份于建造基督身体的受苦 那在第二点 第二大点讲到磨成他的死之前 我想和弟兄姊妹来看几个注解 第一个注解 就是腓立比的三章 三章的七节 这里的注一 他那里讲到了三章七节 三章七节的注一 他说七到八节是本书的心脏 为什么是心脏呢 因为七到八节把我们引进对基督的经历 所以我们说腓立比书是一本带我们来经历基督的书 在三章七到八节这里给我们看见 这个就是我们经历基督的路 三章七节说 只是从前我以为对我是赢得的 这些我因基督都已经看作亏损 你不看作亏损呢 你就无法赢得基督 因为我们被这些的东西所充满了 所以保罗从前所以为的是什么呢 那些宗教的事情 他被宗教的事物 犹太教的事物所充满 所以他就失去了基督 他没有办法来赢得基督 因为他里面已经被充满了 今天他看见了基督 他就把以前他以为对他是赢得的 都看作亏损 他就能够让基督来充满 借着经历基督 好 那所以呢 我们看见了 这个七节到八节 是本书的心脏 这个心脏 这两个字 我们要特别的来默想 这两个字 因为呢 他是在那里 带我们 推动我们 使我们能够来经历基督 然后呢 第八节的注意 我要请弟兄姊妹来注意一下 这里的有一个注解 他说 他说第八至十一节 是一个长句 犹如向上的台阶 带我们步步高升 一直达到十一节的顶点 弟兄姊妹要在这里注意的是什么 向上的台阶 带我们步步高升 一直达到十一节的顶点 十一节的顶点 就是什么 达到那从死人中 结出的复活 在人看来 死是最低的 但是在这里 我们看见 磨成基督的死 是经过了七个台阶 经过了七个台阶 那这七个台阶呢 就是三章八节 这里所看到的 从哪里开始呢 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 这是第一个台阶 第二个台阶呢 将万事看作亏损 这是第二个台阶 第三个台阶呢 为要赢得基督 然后第四个台阶呢 是给人看出 我是在他里面 这个在他里面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不断的重复 这也是今天主恢复啊 我们有一个标记 那个圆圆的 里面有一个X 那个标记 就是在基督里 所以这个给人看出 在他里面 这是第四个台阶 第五个台阶呢 就是这里所讲到的 第十节 这里所讲到的 认识基督 第六个台阶呢 是认识他复活的大能 然后第七个台阶呢 就是同他受苦的交通 然后呢 到产生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就是什么呢 磨成他的事 这个八章 注意里面 对不起 这个八节的注意里面 说到 这是向上的台阶 带我们步步高升 一直达到十一节的顶点 所以我们要认识到 我们现在所看的 这些事情 是一步一步的 向上的台阶 带我们步步高升 一直达到十一节的顶点 那所以 这里要弟兄姊妹注意到 就是台阶 这里是一个台阶 然后呢 另外一个 我要开头 也先指出来的 就是讲到了 菲利比三章的中心 我们一开始讲到了心脏 第二个讲到了台阶 第三个讲到 菲利比书三章的中心 是什么呢 就是磨成基督之始 磨子的形状 这也就是十节 所以三章的中心 就是这个第十节 这里所指出来 磨成基督的始 Amen 对我们这个第二大点 我们来一起读一下 我们讲到了这一点 就是三章的中心 好 我们一起读 在菲利比三章 三章十节 我说到 你称他的时 他的词 保罗可望以基督的 生活的模子 Amen 好 那弟兄姊妹 我们花这个三十秒的时间 把这个经节 菲利比书三章十节 我们把它个人的导读一下 好吧 我们花三十秒的时间 Amen 给我认识基督 有话 我处的好乱 这样的来认识基督 你能够活的大人 我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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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大人 你还有受伏的 你能够活的大人 使我能够 同他受伏的交通 有话 磨成祢的诗 我们到这个结果 磨成祂的诗 磨成祂的诗 磨成祢的诗 感谢主 那我们来进入 这个底下的 有五个终点 我先把这五个终点 的这个思路 给大家走过一遍 这第一个终点 就讲到了 这个三章七到十节 它的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 三章七到八节 有一个结果 我们经历基督的一个结果 我们刚刚记不记得 那个注节讲到七到八节 是本书的心脏 然后呢 因为它是带领我们来经历基督 那经历基督有一个结果 就是这里讲到的磨成基督的死 这是第一终点 讲到的结果 第二终点呢 就给我们看见 这个基督的死 是一个磨子 它是一个磨子 讲到磨子啊 就讲到了 它就是有一个形状嘛 而且呢 凡是被摆到这个磨子里的 它都连于这个磨子的形状 这个就是磨成的意义 这个磨成基督的死啊 说出基督的死是一个磨子 并且说出啊 我们被摆进去了 就是连于它这个形状 然后呢 成为它的复制 也有它的形状 就是我们所说的磨成它的形象 我们就成为它的彰显 这个是磨成的一个意义 所以呢 第二终点呢 就给我们看见了 这是基督的死 是一个磨子 是一个磨子 它带着形状的 好 然后呢 第三终点呢 它就给我们讲到 这个磨子的意义 这个意义 它是指着什么呢 是指着基督不断 经历不断的 将它属人的生命制食 使它得以凭神的生命活着 所以第三终点是讲到 磨子的意义 好 然后第四终点就是讲到应用呢 应用呢 就是以基督的死 作为我们生活的磨子 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 感谢主 然后呢 这个结果呢 第五个点 结果就是什么 荣耀神 Amen 所以呢 我再把这个第一到第五个终点呢 给弟兄姊妹讲一下 第一终点讲到 这个经历基督的结果 第二终点讲到 磨成基督的死 是一个磨子 第三终点讲到了 这个磨子的意义 它的意义 然后第四终点呢 然后第四终点呢 就讲到了 这个基督之死的应用 就是作为我们的生活 生活的模子 然后第五个点呢 当我们这样应用基督的死 作为一个模子的 之后呢 我们就借着繁殖扩增而荣耀神 所以这是五个终点 先给弟兄姊妹走过 那这个思路呢 我们就很清楚了 好 那第一大点 第一终点 我们请姊妹来宣读 认识基督为自保 是否能温审 是他做非损 因人的儿子 人看出世在他里面 认识他 认识他 中国的大人 以及希望他 受苦成交付 结果都产生一件事 磨成基督的死 我们刚刚说到 这七个台阶 到最后 在腓立比书三章十节 最后达到了什么呢 就是达到了 磨成他的死 那利用紫园 我再说的 对于亚当 对于一般的人来说 死是最低的 但是呢 在这里 我们磨成他的死呢 是步步高升啊 最后所要达到的 就是磨成他的死 因为什么时候 我们磨成他的死 我们与他同死 我们也要与他同活 好 所以呢 十一节就讲到了 达到复活 好 所以第一终点啊 讲到我们 经历基督的结果 好 那今天我们可以 在我们的 会生活里 我们来 有一点的 这个 核对 这个 我们经历基督的 没有 你如果 经历了基督 那我们要说 那应该产生一件事 这件事 就是 你磨成 基督的死 那若是没有这件事的话 那可能我们还没有 真正的来经历基督 好 那第二 终点 讲到了基督的死 是一个魔子 我们请第二门来读 磨成基督的死 他的死 他的是一个魔子 好 第一小点 菲利比书三章的中心 乃在于 磨成基督之死 魔子的形状 那换句话说呢 这个菲利比书三章的中心 就是我们要磨成基督 要磨成基督 在基督的身上 他有一个魔子的形状 这个魔子的形状 就是基督的死 是 好 那第二个小点 说到 我们已经被摆在基督 摆在这死的魔子里 现今我们需要磨成 这魔子的形状 弟兄姊妹 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 保罗被摆在这个魔子里 然后呢 他的经历是怎样呢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 露神所活的生命 是我在神儿子的信里 与他连结所活的 所以你看见了 保罗他被摆在这个死的魔子里 基督之死的魔子里 现今活着 现在活着的 就不再是他 乃是基督在他里面活着 他成了基督了 他成了基督了 所以这里的负担是 现今我们需要磨成这魔子的形状 然后呢 罗马书六章三节到四节 讲到什么呢 特别是这四节这个地方 我们借着基督使和他一同埋葬 考教我们在生命中的样中 生活行动 然后呢 第五节六章五节 我们在他死的样式里 与他联合生长 也必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 与他联合生长 这也就是保罗 他被摆在了基督这死的魔子里 到最后啊 他是与基督同死 他也与基督同活 在他死的样式里 与他联合生长 也在他复活的样式里 与他联合生长 这一个就是保罗的经历 所以我们说 磨成基督的死 为什么他是步步高升 最后所达到的呢 因为这一个 在他死的样式里啊 与他联合生长 也必要在他复活的样式里 与他联合生长 一面死 耶稣的死 在我们身上 一面耶稣的生啊 却显明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与他的同死同活 好 第三小点 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 在我们里面 带着我们 脱着我们 穿着我们 把我们摆在基督死的魔子里 他复活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啊 带着我们 脱着我们 穿着我们 把我们摆在啊 基督之死的魔子里 所以呢 我们之前啊 认识复活的大能啊 这个复活的大能啊 就在我们里面啊 把我们摆到这死的魔子里 使我们在每一方面都磨成他的形状 连于他的形状 甚至成为他的复制 所以我们能够有他的形状 也就成了他的彰显 好 这个是第二终点 讲到他是一个基督的死啊 是一个魔子 然后第三终点呢 我们要来看这个魔子的意义 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宣读 基督之死的魔子 魔子是之基督的地 将他属人的生命制使 将他属人的生命制使 他平生的生命活着 约翰六章五十七节上 说到 活的父怎样猜我来 我又因父活着 这个因父活着 太有讲究了 在看不见的一面 就是基督经历不断地将他属人的生命制使 在看得见的一面 就是他活着 就是父 他不活自己 他活出父来 他说使他得以凭神的生命活着 而来彰显父 人看见他 就看见父 所以今天这个死的魔子 我们在被摆到这个死的魔子里面 我们若是活在这个魔子里 人看见我们 就看见基督 就是保罗所讲的 我们活着就是基督 所以这个魔子的意义 就是不断地将属人的生命制使 使我们得以凭神的生命活着 好 第一小点 这是主耶稣的经历 来我们一起读 当主耶稣在世上时 他破定世之家的生活 他就向上活着 定活着 那在这里他是引用保罗的经历 因为保罗他磨成基督的死 在他身上 他就把这个基督 他所经历的这个过程 也复制出来了 那给我们看见什么呢 看见了 这个我们磨成他的死 一方面活着就是基督 另一方面我们所经历的 基督的十字架 就是加拿大书五章二十四节 当然属耶稣基督 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 事欲都定了十字架 所以他过 基督在地上 过定十字架的生活 保罗在地上 也过定十字架的生活 并且他说 那属基督耶稣的人 弟兄姊妹 你我都是属基督耶稣的人 保罗说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 事欲都定了十字架 所以我们该活在 这个基督之死的模子里 好第二小点 我来读 他一直致死他属人的生命 使他里面神圣的生命 能够流露出来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到 我来了 是要教养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因为什么呢 他是好牧人 好牧人为羊舍命 这个舍命啊 这里是浑生命的命 当然至终基督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舍去了肉身的生命 但是他这样的舍命 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舍命 所以他里面神圣的生命 能够流露出来 叫我们得生命 叫羊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就是我们的主 所以呢 这个第三终点可以说呢 是我们来看主啊 他的一个在地上 过一个死的一个生活 不是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才死 他是一直在死 好 第三个小点 我们一起读 他活着的时候 一直在死 感谢主 感谢主 他是一直在死 活在十字架的阴影里 那我们也必须要来 说一下 提到这个诗歌 李利勇所做的 不死就不生 不死就不生 为死能使生命长成 不死就不生 基督在地上 他是一直在死 所以他也能够一直在生 也在这个一直在复活里 他就是复活 哈利路亚 好 那我们讲完了第三终点 这个模子的意义之后 也给我们看见 这个模子 也就是基督 就是这一个榜样 从外面来看 他就是这个榜样 他就是这一个模子 好 那这个榜样呢 是我们可以被放到他里面 他就成为我们的模子 第四终点 我们一起来宣读 磨成基督的死 六是以基督的死 作为我们生活的模子 生活的模子 这就是讲到 我们在生活中的应用 好 第一小点 基督的死是一个模子 把我们磨成这模子的形状 就像把面团放在蛋糕模子里 磨成其形状一样 就好像蛋糕 把它摆在模子里 神今天也把我们摆到基督里 好 这第二终点就讲到 这个小点讲到 神已经把我们摆进基督之死的模子里 一天过一天 神用这模子 把我们磨成这死 所以神把我们摆进基督之死的模子里了 弟兄姊妹 你不要再跳出来 神已经把我们摆到这个死的模子里 我们就要愿意活在这个模子里 那我待会再来讲这个的负担 然后第三小点 我们的生活应当磨成它这模子的形状 就是像我们人的生命使 而活神的生命 而活神的生命 好 那第四小点 我们若自使我们天然的生命 就会感觉到我们里面 有另一个生命 就是神圣的生命 这生命会得着释放 这样我们在经历中 就会磨成基督的死 好 当这个第四点 第五点 第六点 就是我们实际上怎么样子来操练 我们要自使天然的生命 运用我们的意志 否认我们的己 是借着基督复活的大能 在我们里面穿着我们 顶着我们 加力给我们 使我们能够制使我们天然的生命 这需要我们操练我们的灵 然后这里就说什么呢 就会感觉我们里面有另一个生命 就是神圣的生命 弟兄姊妹 当你在照会生活 在你的经历中 我们是不是常有这样的感觉 你一操练灵 你一活享受主 活在灵中的时候 很多时候啊 你天然的人是要这么做 但是呢 你里面有另一个人 就是你里面的人 你外面的人要这样做 你里面的人给你有另外一个感觉 这个时候 我们的意志需要操练 来拣选 我们里面 那个另一个生命 也就神圣的生命 而愿意来活他 这样的时候呢 这生命就会得着释放 我们在经历中 就会磨成基督的死 好 第五小点 在基督之死的魔子里 天然的人 消杀了 旧人定死了 急废掉了 阿雷雷雅 这个 我们在 灵后四章十六节 外面的人 虽然在毁坏 里面的人 却日日在更新 罗马六章六节 讲到 旧人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 使罪的身体失效 叫我们不再做罪的 奴仆 这个是旧人 被定死了 然后呢 马太十六章二十四节 讲到 这个己 就被否认了 我们就能够跟从主了 我们就能够跟从主 主在地上过的 那个生活 就成为我们的榜样 在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的魔子 叫我们也能够 像他那样的活着 好 第六个小点 我们一起读 我们若允许 信将我们压到 这魔子里 日常的生活 就会磨成 基督之使的形状 然后最后一点 我们一起读 荣耀神 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八节 这个十二章二十八节 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 一粒麦子 不落在地里 死了 仍旧是一粒 那个之后 那是在二十四节 到二十六节 然后在二十八节 主耶稣就说 父啊 愿你荣耀你的名 当时就有声音 从天上出来说 我已经荣耀了 还要再荣耀了 弟兄姊妹 请你注意到这里说 我已经荣耀了 这个荣耀 不是在基督 在定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才荣耀 当时基督就过着一种 因父活着的生活 那样的生活 就是致死他属人的生命 而活出他里面 父的神圣生命来 那样的生活 就已经荣耀了父 荣耀 人看见子 就看见父 这就是父神的荣耀 在人子身上显出来了 所以约翰福音十三章 三十一节的时候 这里也讲到 如今人子得了荣耀 神在人子身上 也得了荣耀 因为基督这样的生活 所以基督能说 如今 也就是现在 现在因着他过这样的生活 他就得了荣耀 神在他身上 也得了荣耀 都是现在事 弟兄姊妹 我们经历基督做模子 是现在事 我们荣耀神 也是现在事 不是等到将来 我将来怎样呢 我才能够荣耀神 不 今天呢 我们就能够借着 磨成基督的死 而来荣耀父 好 那 这种准备 照会生活 就是基督之死的模子的应用 也可以说呢 今天照会生活 对我们来说 就是这个模子 你是不是一个有模子的人 照会生活 我们都在其中 但是你有没有模子 比如说呢 照会生活 讲到了主日 我们早上 有些地方九点半 有些地方十点聚会 你 神已经把我们摆在这个模子里 我们是不是愿意 进到这个模子里 磨成 照会生活的样式 还是说 哎呀 这个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还是说呢 十点钟聚会 我常常十点二十 我赶得上波饼就好了 若是这样 我们还没有被磨成这个模子 但是呢 神已经把我们摆在这个模子里 每一个聚会 都是一个模子 每一个专项服饰 也是一个模子 今天你要荣耀神有多少 看我们愿意被摆在这个模子里 而活在这个模子里 磨成他的样式有多少 若是我们愿意 那人在我们身上 就像保罗 会看见基督的 会看见基督的 但是呢 我们要问问自己 到底我是个什么样子 我的样子是什么 因为呢 很多时候啊 我们从这个 神把我们摆进这个模子里了 我们又跳出来了 或者是呢 一半在里面 一半在外面 可以说呢 这个样子啊 是不像样了 这个 说你完全是己吗 也不是 说你完全是基督吗 也不是 所以我们需要看见啊 磨成基督的死 事实上就是我们否认己 来跟从他 使基督啊 在我们身上 能够被彰显出来 感谢主 愿意我们啊 每个人啊 都把自己摆到这个模子里 允许环境将我们压到这个模子里 我们就会磨成基督之喜的死的形状 愿意呢 这个照会生活 都成为基督这死的模子的应用 我们都愿意留在其中 让复活的大能 把我们磨成基督的形状 使我们都成为他的翻版 他的复制 有他的形状 成为他的彰显 这个时候 主就能够在我 从我们身上繁殖出去 我们也能够荣耀神 感谢主 我就交通到这里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感谢两位弟兄的交通 我们从这个 腓立比书这个三章十节啊 我们就能看到四件重要的事 就是 认识基督 认识他复活的大能 认识同他受苦的交通 以及磨成他的死 所以我们上周已经 这个 这个我学习了就是 主观的认识 经历基督 并他复活的大能 就像刚才弟兄说到了 我们要进一步的 要上升 要进一步的交通 要认识 认识同他受苦的交通 磨成他的死 我们都知道 主耶稣在地上 认禁止时啊 他受苦 最终死在十字架上 并复活成为 那个赤生命的灵 就是他是那一粒麦子 落在地里死了 他是为了 反正和建造受苦 他就释放生命 结出许多子力来 如今我们成为 一般有福的人 接受他这个赤生命的灵 进到我们里面 使我们也能经历 他复活的大能 而进一步主观的认识 他经历他 所以才能认识 同他受苦的交通 就是为了建造造会 浮满基督患难的缺陷 是建造基督的身体 所以这就需要我们 释放他的生命 所以我们更要进一步 要磨成他的死 当然弟兄也是交通到 信息里面有 这基督的死 就是一个磨子 所以基督在地上认知死 他是天天都在死的阴影之下 他向着旧造死 活新造里的生命 所以也就是 他在死的模型里 为神活着并活出生 所以今天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 也是把我们摆在 这个死的模型里面 刚才就像是说 我们过中秋节了 我们就像我们做月饼 这个月饼 活着现在的变团 要必须放在这个磨子里面 才能变成和磨子一样的形状 所以是真是需要我们 把我们的这个造会生活 家庭生活 工作都摆在这个磨子里 就是这最真实的应用 就是现在随着这个疫情的结束 造会需要回到实体的聚会里面 那么说我们是 疫情的三年 网络是给了我们方便 让我们是继续有着聚会 但是随着这个造会的呼召 能够弟兄子民 能够在实体的聚会里面 能够面对面 能够更有生机的建造 所以那是不是要是 这个是顺从我们的习惯呢 还是要让我们回到灵里 回到灵里能够继续 能够随着造会的呼召 能够回到实体的聚会里面 这也是需要我们 摆在这个死的磨子里面 所以就是借着我们 不断地经历十字架的生活 让我们不活我们的魂生命 而是向着祖活 就像是这个格林多后书 十二节说到的 这样是死在我们身上发动 生命却在你们身上发动 所以当我们甘愿为基督 和他的身体受苦 一天过一天 我们就能经历他复活的大能 所以我们认识基督的这个路 借着这样认识基督呢 他复活的大能 在他复活的大能里经历他 我们就能得着他 最终我们就能像保罗 在加拿大二章二十节说的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阿们 所以我们的基督徒生活 就是不断地将我们属人的魂生命 致死 使我们可以凭神的生命活着 这样我们就能彰显他的生命 最终是荣耀父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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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培立比书三章说到 使我们认识基督 并他复活的大能 以及他 同他受苦的交通 磨成他的死 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里面 也讲到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 死了 人就是一粒 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力来 所以对基督来讲 基督是先受苦死 然后呢才有才在复活 那对我们来讲呢 我们是需要先有这样的一个复活的大能 在我们里面 然后我们才能够来有份于 这样的一个基督的受苦的交通 还有经历他这样的一个活成的死 我们天然的人 我们是不愿意受苦 也更不愿意死的 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主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复活的大能 那这复活的大能呢 我们知道基督是这次生命的灵 所以已经成为这次生命的灵 我们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灵 所以我们要经历这样的一个复活的大能呢 就是需要来把我们的心思置于这个灵 所以周一里面有一段讲的 我觉得非常摸走我 就讲到圣灵呢 乃是把我们自己摆在一边以后所存留的 只要你有圣灵 他是没有限量的 然而如果我们不愿意把自己摆在一边 圣灵就似乎有限 所以我觉得我记得 我记得我以前学过一个救生员的训练 就是当人在溺水的时候 他说你要去救他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因为他会去抓很多的 他会用很大的力量去抓人 甚至把你想要去救他的人 也把他抓下去水里面了 最好是让他挣扎到 当他没有力量的时候 这时候他力量都差不多用尽的时候 这时候去救他 比较有帮 比较能够 能够做救成 这让我想起来就是说 我们的人啊 我们的救人的生命 就是我们这个天然的人啊 如果我们还在这边使用的时候啊 这个基督的复活的生命 就没有办法在我们里面 发挥出来啊 所以我们需要让我们 就是弟兄们所讲的 不死就不生啊 我们需要先经历 经历这样的一个死啊 这个复活的生命 才能够在我们里面长 长出来 才能够在我们里面发出来 那我也特别摸着 就是这个啊 马太福音里面的 这个约翰福音里面的 这个经节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主耶稣是这一粒麦子 那他接着在落在地里死了 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那这个这个麦子呢 今天这一节经节呢 啊今天也适用在我们身上 我们也是这一粒麦子 我们要啊 要坐在地里死了啊 经历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死而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让这样的一个麦子呢 能够啊 能够长出来 能够为着完成建造 身体所需要的全部的苦难啊 感谢主把把我们摆在 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 就像刚刚一那弟兄讲的 我们有很多的 我们有聚会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模子 让我们再把我们摆在这里面 我们也有我们也有啊 啊啊啊 接待开家接待的 这样的一个模子啊 把我们摆在这样的一个模子里面啊 我们也有啊啊 爱燕啊 做这样的一个模子啊 甚至会所的清洁工作 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一个模子 把我们摆在这里面 来变化我们 让我们在在基督里面 能够啊 来经历基督这样一个复活的能力 让我们经历基督受苦的消空 磨成基督的死 Amen Amen 感谢主 那弟兄姊妹 我们有一点祷告 好不好 Amen 主耶稣 Amen 我们在这边的情报 感谢观看